红军长征竟没遭到过一次伏击,解谜毛主席如何能用兵针如神? 央视网消息红军长征为什么从来没中过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是老天帮忙还,是真的能掐溃算让我们来揭开尘封? 那几十年的迷魂红军长征中为什么能对敌情了如指掌1934年,秋至1936年,秋中国红军的主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受着重兵围追堵截,艰难的巡路前进一步不慎,就有落入敌军包围可覆没的危险。 然而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一次也没有中过敌人埋伏,除了湘江之战阴动作时,缓述到损失外,在国民党军设置的一个各包围圈,中差不多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条了出来这种背后人惊叹,用兵针如神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莫非,红军的统帅真像三国演义,中描绘的诸葛亮那样能掐汇算,么长征时期毛泽东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种诸葛亮。 只是古代小说《家罗冠》中的虚构这种靠主观想象便能神迹妙算的情况在战争,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早在两千多年间,便问世的古代兵书《孙子兵法》,其中便强调了这样一个原则,知笔之计百战不殆,领导人能够,知笔,准确掌握敌形式实施正确指挥的前提,但是后人经叹的,毛主席用兵如神。 却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承认杰出统帅的运筹非常重要,但是统帅毕竟世人不是神作处政,却决策的前提是需要准确可靠的情况来源,而这种情报的获得就离不开眼。 闭站线的侦察工作长征时期,电台红军长征,时部队在不断运动之中国民,党军对红军采取离追赌截几十万军队,也在不断调动状态之中。 当时在国内特别是在西部偏僻地区,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个军,各个主力施下命令主要是通过无线电报,发送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就能最快捷准确地掌握它各支部队的动向。 可以说,红军的电台侦破敌密码是最及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当年红军侦破敌军的密电,是靠电台接收机来接收并靠自己的机要人员来破译长征期间红军的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 军队通讯的电码,凡是涉及机密内容,都要加密,密码等,是军中的最高机密。 这是现代军事活动的常识,当年共产党人最早搞到国民党最高层密码是中央特,可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工绩从1929年到1931年春收恩来派出钱壮飞打入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总统,并担任了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 有一次钱壮飞,同党的另一名情报英杰里克,农配合成徐恩曾不备,从他的善衣口袋中拿出密码本迅速拍照下来此,后国民党上层通信的密电,只要被截获都可破译出来。 在1931年春天中央根据第第二次反,围剿,使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一个时,的电台,缴获了完整的密码本。 红军通过研究国民党最高层和军队中的密码本,还得出了敌人编排密码的规律,以后尽管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有了变换规律,却没有变仍然能破译出来图。 片来源于网络当年的共产党人,在无线电侦查方面的成绩,确实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长征途中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通讯,成了及时了解敌军动态的主要手段。 不过有兴趣了解红军长征情况的人允许会提出一个疑问长征中间红军的电台要随部队一起行军纳实,又没有可以在路上工作,的电台车如何能随时接受到敌军的电报? 在长征中不间断的接收敌军的全部电报通信主要靠一,四方面军的电台相互配合,才能做到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南部出发长征后的半年时间。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四川北部的固定位置,一方面军的电台白天拆了机器同步,对一起行军四方面军的电台负责接收信号天黑后, 一方面军的电台到了宿营,马上从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联络四方面军的电台便把白天截获的国民党电报内容发给一方面军同时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接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